富少李宗睿在2013年被爆出性侵偷拍 至少有20位女子因此受害 其中有一位被害人还因为事情曝光了 他的男朋友看到影片之后没有办法接受 婚事也因此告吹两个人分手 虽然李宗睿跟法官说对方是自怨的 但是他的确涉及将女子约出来 还疑似下药性侵犯罪情节严重 在更应审法官也加码判赔200万 7年前富少李宗睿涉涉嫌性侵 20多名女子还把过程头牌下来欣赏 其中一名被害女子还因此被男友甩了 婚事跟着告吹 原来被害女子和李宗睿认识 李宗睿说自己失恋 两人约出来喝酒聊天 女方喝了两杯香槟就想回家 却被李宗睿用傲招下药性侵 李宗睿为了将被害女子留下 竟然强行将她的包包给抢走 还递给她一杯水 云诺会安全地将她送到家 被害女子喝了水之后 立刻昏迷不省人事 偷拍影片外流 被男友看到无法接受 拒绝结婚并分手 让她深受打击辞掉工作 还一度有了亲身念头 但法庭上李宗睿却变成 两人情投意合 还说很舒服 但被害女子坚称自己家管言 很少上夜店 也知道自己酒量底线在哪 绝不会轻易喝醉酒 法官认为李宗睿犯罪是事实 二审判赔175万 跟一审加码判李宗睿得赔200万 李宗睿有要认罪吗 李宗睿罪行在2013年曝光 至少有20名女子因此受害 当中11人提告 判李宗睿20年徒刑定验 还有另外9人官司审理中 而他确定须赔1225万 其他被告若确定 赔偿恐怕超过2500万 记者杨子健 徐玉洁台北报道